伪议对中国在南泰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美国又有了新动作 据法新社17日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库尔特·坎贝尔16日表示 华盛顿计划下周提出一项 试图解决太平洋岛国关切问题的经常议 法新社称 坎贝尔16日在美国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一场论坛上称 华盛顿正在全面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 以解决这些国家对从与华盛顿的关系 到非法补与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关切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战略重要性的地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之后的和时代 我们都负有历史和道德责任 坎贝尔声称 他说 我们正努力与他们生活所在的太平洋相遇 我们不仅要在双边关系基础上这样做 下周还将发起一项倡议 与各个志同道合的国家 就一套公开非常详细的接触机制进行合作 报道称 根据坎贝尔的说法 这项新倡议将允许包括太平洋岛国论坛 18个成员国 日本和西方大国在内的有关各方 明确表明我们的愿望 即保持一个开放健康富有成效 不受胁迫的太平洋环境 法新社在报道中再次提及 此前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 中国在南太遭遇挫折 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唐松根 5月3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曾表示 所谓意图落空遭受挫折 只是一些媒体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 在第二次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上 各方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了深入沟通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其中包括政治 经济 减评 应对气候变化 抗疫等方面 该会议成果非常丰硕 将不断推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